2012屏東封鷹王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鷹王船 騷王船 已經有百年之久的鷹王活動 是每個信徒朝聖的重點之一 也是文建會指定的國家重要民俗 這個很豐富的文化這點 我們三鄉民大家合作已經接續了 因為從國以來都接觸這個鳳鴨 當然說鳳鴨是最大的聲音 就是我們的琉球加到南州的台天府 所以這麼好的界點 有很深度的文化 有很深度我們的民俗在裡面 所以文化部已經跟 東港 南州 跟琉球的影響 已經給他們一個國家重要民俗的祭典 今天在鷹王前夕 屏東縣政府為了擴大宣傳 特別到高雄市政府舉辦記者會 市長陳菊表示 三年一次的鷹王活動 實為每個高雄市民 以及屏東市民共襄盛舉的一個民俗活動 更希望高屏能夠將產業觀光做結合 將南台灣的特色展現出來 高雄市有兩百七十七萬 屏東八十 差不多八十幾萬 八十六 我們差不多是三百幾萬的人口 我覺得我們要讓蕭鴨 鷹王 封鷹王 這個很重要南台灣的活動 我們要讓它成功 尤其是三年一遍 所以我剛才特別拜託 我們的觀光局新聞局 我們要把高頻產業觀光的聯盟 具體來結合作為 這次的鷹王活動 更有哈雷機車助政 首次上國道 為鷹王活動做開路先鋒 那我們先政府就力爭 贏王 王爺 王爺 過去是騎白馬 我們這一次時代不同 我們來騎一個重機車 他們第一次上國道 國道 他們非常高興 這當然是王爺 給他騎士的樣子 所以他們很高興來騎士 所以可以看到 從國外來的哈雷的這個機車 跟國內的愛好者 浩浩淡淡有一兩千步 首次上國道 這個等於是開路先鋒 鷹王活動將從十月十四號 到十二月一號 由東港的東龍宮 琉球鄉的三龍宮 南州的西州戴天府 輪番上陣 歡迎民眾一同參與 記者 國聚庭高雄採訪報導 請大家